早安 你好 好 为您邀请的就是更生美术研究会的会长 陈钦斯 陈仙 早安 早 您好 大家早上好 我们先请陈仙来介绍这次国庆书画展 它的一些详情跟特色 对 我们这个国庆书画展 是跟新加坡理工学院联办的 这次画展的非常有特色 就是说我们在展览场 有展出一个15车长跟6车长的千人绳 这个是由我们40周年的总统 帮我们组织这个意思 做一个开比 还有部长 国会员 一些群众画家的参与 总共有超过1000人 还有第二个特色就是正气歌的表演 就是延伸联维修会主办一个专业大游戏 专业大游戏的时候 我们写这个正气 这个是一个重头戏来的 文天侠 所以文天先生有一个专栏 专门展我们的书法家的 写正气的一个专栏 然后第三个特色就是 我们有分为三个组 通常三个组是一个组 我们三个组就是有这个 三个组有中学 小学 还有这个成名画家 所以这三个组 我们当天 参与这个比较优秀的学生的作品 有蓝阳小学 蓝华 万词学校 蓝山学校 中学组方面有华语中学 蓝阳女中 好多学校 对 接下来的特色就是表演 我们有13名书画家 写这个正气歌 的长卷 还有百花图 20名这个画家 联合呈现的一个百花图四季 还有30位儿童画家 画这个熊猫 欢迎熊猫来到诗城 是 我想这个陈老师 好多东西 好多学生 所以都会亲全力一起来支持 这个陈老师的这次的活动 当然我们今天请陈老师来到节目 也是借着机会 让大家也可以感染一下 这个欢愉的书画的一个气氛 通过这个绘画 书画 来表现这个跟国家一起同欢庆 我们现在请陈仙 可以现场为我们挥好 我们请他的两位 我们凌空表演一下 凌空表演 凌空真是高难处 这个没有掉钢线 陈仙也准备了两位好帮手 来 我们有请 看看今天陈仙要带来的是 什么字 什么话 有没有发现陈仙是左撇子 陈老师也没有算过你 大概有多少位学生 我这边 好你们的天下 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今天来帮你的这两位 我们的书画会的理事 根深的理事 他们也是会在现场表演 我看到了一个复字 复国 强 凌空做画的挑战是什么 陈仙 这个凌空做画的挑战 就是说要训练 因为这个是不容易的 你看连站都要站稳 好像在站马步 对 对对 而且要用内力来控制这个笔 是不是那个水墨的 那个也要掌握得很好 因为太多的话会被影响了整个作画或书法的 这个我们完全用内进的一个控制 复国强民安基热 现在我再画一个竹 不要竹是象征刚正不耳间也不拔吗 节节向上 我们要换墨水了 是用一点红色 同样还是凌空的 这个画竹我会 我小时候在小学学过 你会吗 真的吗 我想这个挑战真的很大 你看 它这样一放 一撇 一挥好 就有点画龙点睛的作用跟效果了 到底这个竹子 就是刚正不耳间忍不拔 节节向上 红色是象征吉祥喜庆 刚好我们现在庆祝国庆 是 那竹子的寓意是什么呢 竹子的寓意就是说 它有正人君子的气质 就是我们新加坡人民 他们在这个 就像竹一样的气质 是 很坚强的 大功告成了 快告成了 很多时候我发现 陈老师 他是 一起合成的 他在画的时候 如果要做这样的话 我相信一定要 事先自己在脑海中 有一个构图 一个构思 从哪下比 你看他这样 很有气势 我也会 我学老师 特别选用红色今天 等一下我也要示范一下 我已经准备好了画纸 这个组 我们也是象征 有气血 吉祥的意思 是 非常的 我们今天是献给 我们新加坡建国48周年 对对对 给我们国家的生意 非常好 更生美术研究会 我们就请 来竖起来 你能竖起来看下 老师老师 我知道你会画竹 我也会画 你看 你少来了 你不要破坏 你看 你看 以前老师教我们画竹的时候 是这样子 先看老师的作品 我们来看看 陈青是老师带给大家 带给国家的 富国强民 安居乐业 最适合不过了 刚好在这个国庆佳节的时候 庆祝48岁的周岁 你别闹了 老师我可以做女学生了吗 天哪落笔 是 不行 要练了 我们来看看 只有要画一身 然后要画办事 没有什么容易 我们画展 我们来看看 这个活动的详情 那就是8月16号 一直到8月18号 8月17号 下午3点钟是开幕礼 地点是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会议中心 展出的时间10点到6点 早上10点到6点 热线号码 6772-1707 地点确切是在 Singapore Poly的Convention Center 我只记得老师教我们说 这竹子的节一定是 因为它是要这样子 好 好 我再向你学习 我们这次的画展 很荣幸 请到这个副航院部长 好 也有作品 还有从政权高级中心 也有作品参与展出 好的 谢谢你 蔡老师 谢谢 好 广告回来 我们会进行我们下一段的 新闻内容了 别走开 稍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